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弗所书 之前,我们看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 讲什么呢?讲到天上的福气 这些福气,都是在基督里面得着的 接下来,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们做了一个祷告 帮忙他能够认识神和他的恩召 还有,知道自己在天上的基业,还有神的大能 到第二章,保罗就回过头来看 看我们当初,我们是从一个罪人,怎么样到得救 起初我们是死在罪中 后来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神这样呼召我们 神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行善 这个行善,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接着,就从外邦人这个角度来看 起初我们是外邦人 后来,被神建造成为一个教会 所以,是借着十价值两下合一 犹太人跟外邦人两下合一 然后,最后被建造成一个神的殿 到第三章,就讲到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是什么? 就是,这个外邦人会同为后世 然后,保罗就做了一个祷告 求主让这些信徒,能够认识基督的爱 是何得的长阔高升 今天,我们到第四章 第四章开始,就讲到一些实际的生活 前面三章,讲到的是我们在灵里面的地位 还有呼召,还有这些盼望 但是到第四章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到 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应该要怎么样行 第四章第一节说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这里讲到说 我们是既然怎么样,就应该与这个恩相称 它不是说既然得救 虽然,既然得救也对 它也不是说,你们既然成为基督徒也对 但是,它是说既然蒙召,这几个字眼有什么不一样 它用既然蒙召,蒙召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神呼召你,对不对? 呼召,表示说 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要达成 所以,祂把我们呼召出来了 我们既然蒙了这个召,那我们怎么样? 就应该要来满足这个呼召 这个呼召是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神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与众圣徒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 这个是那个目标 这也就是以弗所书的这个主题 就是什么?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要积极回应神的呼召,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 这个生活,就让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教会 所以,他第一个说,凡事要什么? 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神的美德,有许许多多 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在各方面,都要向神 但这里,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什么?是谦虚 过教会生活,第一个要务,就是要谦虚 因为我们个人,好像都是像石头一样 要被联络整齐,建造成为圣殿 但是,石头每一颗都是有灵有脚 如果不经过切削的话 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石头连结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这套墙里面有不同的石头 但是,每一个石头都是经过切削的 切削就是让我们这个人要谦卑 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谦卑的话 就不愿意被切削 对不对?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谦虚,放下自己 才能够与人联合,成为神的教会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被建造在一起 第一个美德,就是要谦虚 柔和谦卑,也其实就是耶稣的样式了 所以,我们谦虚,其实就是在彰显基督的形象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父我的恶,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 所以,要我们谦卑,我们就会像耶稣了 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人是谁? 我想应该就是摩西 前面五卷书都是他写的 而且,他等于是奠定整个律法的根基 他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所以,我觉得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人物,应该就是摩西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他同时也是最谦和的一个人 圣经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从这一点来说,他其实就是,真的是最伟大的 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你这个人越谦卑 其实,在神面前的地位,就越高 他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所以,他在神面前的地位,是超过世上众人的 所以,在神国里面,这个谦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 谦虚是内在的心态 就是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无知败坏跟无有 我们知道说,我们若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 同时,我们也欣赏别人身上的优点 我们不自我中心,不自以为是,不坚持己见 这个是谦虚 这是谦虚 接着他说,要温柔 温柔是外在的态度 谦虚是内在的心态 温柔是表现在外在的话,就是一个温柔的态度 这个就是不急躁,不鲁玛,不尖酸刻薄 不急言利涩,不轻易发怒,而是善体人意,有同理心 这个是温柔 所以,你碰到一个温柔的人 你会觉得非常的愉快 因为他是有同理心的 他很能够体会人的感觉 忍耐跟宽容 一个英文是叫做patience,一个叫做forbearance 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像 都是忍耐 但这两个,其实都是爱的表现 是像即使的具体实践 我们能够包容和自己不同的人 还有能够接受不如意的事物 在这当中,就是要忍耐,要宽容 这几个特词,谦虚、温柔、忍耐跟宽容 其实都是在讲到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需要这些特词 这就是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 我们会跟弟兄姊妹们碰撞 跟他们会有接触 这几样的特质,就非常重要 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 这是建造教会,要合而为一 或者可以翻译成为说 通过和睦的关系,我们竭力保守圣灵里面的合一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und of peace 这个英文是说 透过这个和睦的关系 the bound of peace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和睦的关系就破坏了 这个关系如果决裂的话 我们灵里面的合一就破坏了 所以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 可是我们的关系不要破坏 彼此还是要和睦 还是要和睦 因为你撕破脸了,什么都没了 但是你如果保持那个关系的话 我们那个合一还是可以维持 所以不管怎么样,即使意见不一样,还是要和睦 这个叫竭力保守,这个一 接着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同有一个此望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里讲了好几个一 一体,一灵,一望,这是讲到圣灵 一主,一信,一喜,是讲到圣子 一神,是讲到圣父 所以这边讲到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 这里有七个一 首先讲到这个一体,跟一灵,还有一望 我们要保守圣灵里面的合一 是因为什么? 我们同属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有一个灵,就是圣灵 也就是我们将来要得积业的凭据 所以,我们拥有这个凭据 就是说,我们拥有同一个尺旺 将来我们要得天上的基业 所以,这三者都是跟圣灵有关 一个身体,一个灵,一个尺旺 接下来,一主,一信,一喜 这跟圣子有关系 因为我们信的是同一位主,基督耶稣 也借着同一个洗礼,归入祂的名下,进入祂的身体 然后,信而受洗,救必得救 这个信跟喜,让我们进到主的里面 然后,我们有一位父神,祂在一切之上 英文说,over all 祂同管万有,因为在一切之上,祂就同管万有 祂也透过一切,借由一切的人事物来做工 英文说,through all 祂透过这一切,在运行,在做工 祂也在一切之内,in all 祂是over all,through all, and in all 祂在一切之内,祂使万物得以生存跟运转 就是因为,祂是生命的源头 祂也是一切能量的来源 所以,祂就在一切之内,就让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能够运行 我们也可以讲说,神是在万有之上掌权 这万有讲到一切的事物 然后,祂透过一切的器具,来做工 就包括这个法老,例如法老 法老是神手中的一个器具,一个工具 神可以透过它,透过它来做工 但是,神是住在哪里? 住在一切的器皿之内,就是基督徒之内 神透过一个东西做工,跟住在一个器皿里面,又不一样 对不对?祂是住在我们这些人里面 但是,祂不是住在法老里面,祂是借着法老来做工 所以,神是在一切事物之上掌权 但是,是透过一切的器具,工具,来做工 但是,祂却是住在一切的器皿之内 所以,这三个层次,讲到我们的父神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常说,祂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身体 但神却释下不同的恩赐跟才干 使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能 他引用这段话,他圣上高天 这段是出于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 典故就是,古时候,征仗得胜凯旋的时候 得胜的将军会把他所勤获的俘虏和乳物 带回来分送给士兵跟百姓 所以,当这边讲到说,圣上高天是讲谁? 就讲主耶稣,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 祂就掳掠了仇敌 祂掳掠了仇敌的同时 祂也就把各样的礼物赏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用来建造教会 所以,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恩赐,包括人,包括属灵恩赐都算 因为这里有提到几个恩赐 原文都不一样,上面有两个恩赐 另外还有一个属灵恩赐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那边开始 讲到属灵恩赐 这几个恩赐的原文,是都不一样的 但是翻成英文,都是翻成gift 翻成中文,都是恩赐 就是礼物的意思 所以,虽然这些地方,恩赐的原文不一样 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了 基督因为得胜而赐给教会的礼物 就可以包括这许多不同的方面 包括属灵恩赐,还有有恩赐的人 他都把这些赐给教会 让教会可以用这些恩赐 或者这些有恩赐的人,来被建造起来 他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 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所以,诗篇648篇里,这位升上高天的是谁? 就是从天降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先降在地上,后来再升到天上去 然后接着他就说了 他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不是公司,不是社团 乃是一个什么?乃是一个生机体 生机体就是说,这个是有生命的 然后每一个信徒,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部分 个人需要发挥各自的功能 这个生机体,才是健康的,它才会成长 它会成长,但是每一个人需要发挥各自的功能 如果教会只有传道人和平信徒这两种人的话 那传道人就包办了一切的服事 那平信徒,就好像是瘫痪的肢体 这样教会就不会健康,就显不出荣耀的光景 所以,一个教会不能只靠传道人在服事 每一个平信徒,都要起来尽功用 所以,神在教会里面,祂就示下了五大执事 这是上面所列出来的 使徒先出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 这五大执事,就是要帮助信徒找到什么? 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要成全他们,成全信徒 使这些信徒发挥各自的功能,互相佩戴 被建造成为荣耀的教会 所以,不是由这五大执事,来取代这些信徒来服事 而是,这五大执事,要帮助信徒,起来找到他们的位置 找到他们的功能,找到他们的功用 让他们起来尽功用,能够起来佩搭服事 首先,看到这个使徒 使徒是什么? 使徒就是主所差遣的人 他们好像是基督的全权大使,钦差大臣 代表主出去,传扬神的道 也由主赋予的权柄,能够赶鬼 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 就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鬼 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 我们替主卖主的犹大,补上马提亚之后 这十二个被称为高阳十二使徒 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 他们常常跟主同在 所以,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主 也更清楚主的教训 所以,当主升天之后 他们就成为主的正统代理人 所以,当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之前 使徒的教训,就是教会依循的标准 教会诞生之后 神在教会里面,又设立了一些使徒 例如保罗、巴拿巴,还有主的弟弟雅各 他们也是使徒 出来教会之后,就是很少出现使徒的称号 一直到20世纪,这个称号 才又渐渐恢复在一些领恩派的教会当中 今日,这个使徒 今日如果使徒还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它应该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个,它是超越地方教会的 它是建立和服侍众教会的 它不是只待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 它是超越众教会 第二个,它是得着一个启示跟蓝图 要成为服侍团队的领袖 它得到神的启示跟蓝图,知道说怎么样建造教会 它成为这个团队里面的领袖 带领先知,带领传福音的,还有牧师跟教师 同时,一个使徒,他往往也是拥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的职份 所以,他是实相权能 他也会发预言,他也会传福音 他也会牧养教会,他也会教导圣经 这是使徒 他能够借着这个神迹、奇事跟异能,来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你怎么认出他是使徒? 他可以行神迹,有这样的恩膏 所以,这是证明他使徒的权柄 保罗也是用借着神迹、奇事跟异能,证明他自己使徒的权柄 所以,这个是使徒的权柄,需要借着这个来证明的 第五个就是,他为人按手的时候,就能够使人被圣灵充满 所以,初代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 有些人信主了,但是还要使徒过去 所以,为他们按手,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所以,使徒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接着,我们看先知 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的 所以,意思说,教会的发展跟建造 是根据神给使徒和先知的启示 新约的先知,包括雅加布、犹大跟希腊,还有巴拿巴 先知通常拥有说欲言、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 分辨诸灵的恩赐 分辨诸灵的恩赐,不仅是会分辨各种邪灵 很重要的一个是,他能够分辨信徒身上的恩膏 是属于什么样的执事,什么样的恩赐 先知能够借着启示 就能够指引净土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 进入神所呼召他完成的人生使命当中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恩赐的话 他一看到你甚至于还没有跟你讲一句话 他马上就会分辨你身上是什么样的恩膏 你身上是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呼召 所以,他会帮助你进入神所呼召你进入的人生方向里面 所以,即使新约圣经已经完成了 我们教会还是需要先知 先知的角色跟功能,仍然是教会所需要的 所以今天,神呼召我成为在哪个方面?服事神? 你说,圣经已经完成了,你去读圣经吧? 对,是没错 但是,往往神会借着先知这样的一个职份 直接说出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样的呼召 这是教会所非常需要的 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在约尔书2章28节说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阴谋,少年人要见异象 所以,将会有更多的人得到说预言的恩赐,或者是进一步成为先知 这一些可以详见 我们简报站之前,有提到讲了一个专题 就是,使徒与先知 现经的偏差是,福音派教会不相信有先知 就扼杀了教会和圣徒,在这方面的机能 灵恩派教会,则是有些人到处就追逐先知 好像追星一样,希望先知对自己发预言 可是却忽略学习自己听神的声音 我们需要自己来听神的声音,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有人渴慕成为先知,但是因为动机不纯 想要显扬自己,或者是贪财 这就给邪灵留地步,成为假先知,就破坏教会 所以,有一些弊端好像会出现 可是我们不能因夜费时,我们乃是要拥抱全面的真理 让基督身体的荣美,完满的彰显出来 所以,先知是需要的 然后还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就是得人如鱼的人 他们有传福音的火热跟恩赐,会号召和率领人出外去传扬福音 他们是扑道家,或者是宣教士 他们会唤起神在一些信徒身上的呼召 使他们也投入完成福音大使命的行列 所以,传福音的,这是宣教士 他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火热,这样的一个灵,散播给其他的人 让其他人也得到这样的一个火热跟负担 那牧师跟教师,是负责喂养信徒的灵性 使他们好像石头被切削 能够跟其他的石头,紧密相连 建造成为房屋 所以,他们是在建造的 他们要让这个石头,被切削成为对的样式 那怎么样能够被切削? 就是教导信徒要舍己,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要学习生命的功课,使老我衰为,新人成长 所以,牧师跟教师当然要教了很多 教导圣经,了解圣经 教导家庭,婚姻家庭 但是,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生命 要被对付,要改变,能够被建造在一起 然后他说,以弗所书4章13节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 这里我们也可以翻译成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还有对神儿子的认识上面 达到一次,成为成熟的人 在基督的丰满上面,拥有完全的生量 所以,我们要在什么上面同归于一? 达到一次,一个是真道,还有一个是对神儿子的认识 一个是rich unity in the faith,还有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在这两方面,都要达成一致 我们今天对真理的认识 许多时候,有一些不一样,有不同的看见 还有,甚至我们对神的儿子的认识 我们的看法也不太一样 有人认为神的儿子,他的本性是这样子 有人认为是另外一个样子 比方说,大家要看到,这是虾子摸象 每个人摸到不同的地方,就会对象有不同的描述 其实是同一头大象 但是,我们因为所知道的有限 所以,我们就跟别人会不一样 但是,等到我们对这个大象的认识更加的完整之后 我们的认识,就会同归于一 就会一致了 今天,许多时候 我们对神的话,跟神的灵 因为重点不同,所以看法就不一样 福音派,是注重神的话 就是注重客观的真理 灵恩派,是注重神的灵 注重这个主观的精力 但其实,这两者是一体的两面 我们不能说是偏废哪一边 所以,两边的真理,两边的精力,我们都要抓住 这才是全面的 关于拣选跟预定 加尔文派是强调神的最高主权 亚米念派,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 这两个,好像又是互相不同的看见 但是,直到有一天 我们在灵里面,被神更多的开启之后 有一天,我们突然会发现 这两者,其实都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 特别是在灵界里面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神的最高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 怎么能够协调在一起 直到灵里面,我们也许那时候就会完全明白 关于出世跟入世 基要派,认为神的国不在地上 所以,我们只要传福音就好了 至于其他的一些,政治,或者是社工,这些 其实不重要 因为人,你给他食物 他到最后还是使得灵魂比较重要 所以,就注重传福音 自由派,就认为说 我们要让神的国降临,就比较重视要行义 所以,社会的一些参与,还有政治的参与 还有一些慈善的工作 他们就比较参与,认为这是很实际的 我们要入世 但是,这两个人其实也没有冲突 所以,这都是一体的两面 另外,主耶稣对于这个同性恋者 会是什么样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态度? 许多基督徒在这方面,就对耶稣的认识,就很不一样 我们要在认识神的儿子上面,要同归于一 我们要知道说,耶稣到底是,对于一些问题,他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这就是会决定,我们心里面,耶稣的形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耶稣对于社会跟政治的许多现象,他会有什么看法? 今天基督徒对于主耶稣,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是一简不一 主耶稣对于个别的婚姻家庭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指导? 主耶稣如果亲自来,直接说话 我们就会对主有更深的认识 知道说,我们的主原来是这样的一位主 但是,我们需要听到他说话,听到他的声音 这就需要更多来认识他 主耶稣到底是一个慈爱的牧人,还是公义的判官? 有人是比较偏重慈爱,有人是比较偏重公义 所以耶稣的形象,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不太一样 但是,只等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我们就会发现,我所认知的耶稣,跟你所认知的耶稣,是同一位耶稣 我们那时候才是成熟了,才是长大成人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迷惑 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有人在说,有传道人在说 他听了,他说 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是第二次的道神肉身 而且是隐秘的降临 更是说,已经降临了,只不过还没有公开 他问我说,这个话对还是不对? 你觉得这话,有人这样传讲,是对还是不对呢? 我说,当然不对 因为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是带着众天军公开驾云降临 启示录19章11节里面的 然后并没有所谓第二次的道神肉身 所谓第二次道神肉身,意思就是说 耶稣会先变成一个人的样式,在地上出生,然后成长,然后在地上生活 最后才显明说,这是基督,他第二次再来了 这个说法是什么? 是给假基督的出现,铺路的 假基督就是从地上生活,然后他出现了 这个叫做第二次的道神肉身 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他接下来所要讲的就是说 OK,现在还没有公开,但是即将公开 所以他就是为了假基督的出现,在那边预备道路 所以耶稣说,那时候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骑士 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那屋中 你们也不要信 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所以圣经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人子降临是这样降临的 就是从天降临,像闪电一样 不是说在哪一个屋子里面 他已经是一个人了,现在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绝对不是的 所以我们如果对圣经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 就知道刚刚所提的那些论点,都是错的,都是虚假的 这些异端,我们只要稍微有一些圣经的知识,就可以破解了 但如果我们是灵性上是小孩子的话,就会中了人的诡计 被人牵了鼻子走,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另外,有一些人是被各种社会运动吸引 想要用血气之勇,来翻转这个社会 所以,要推翻一个政府 或者是要抗议一个政府的一些什么行动 好像是为了公益 但是,重点就是说,有没有求问神? 有没有求问神? 因为我们如果灵性幼稚的话 我们就从来不知道,怎么样求问神 什么叫做神的旨意? 那这样子,就会被一切异教制风摇动,飘来飘去 许多好的事情,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好 所以,我们需要求问神 那你说,我从来没有求问神过 我不知道怎么求问神,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说 那这样的话,我们所做的,就是没有价值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学习听神的声音 需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灵性上的长进 他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翻译成为说 在爱里面说真话,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里面说真话 这个就是说,在肢体之间,我们要有健康的沟通 基督身体的血液,就会流动正常 这是一个正常的沟通,血液就会正常 血液正常的话,这个身体就会健康 所以,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下,一个充分沟通 一个没有虚假,没有间隔的环境之下 教会就在各方面都会长进 你所有的器官,都会蓬勃发展 各方面,包括爱心、信心、知识、见识跟服事 都会长进 就会成为一个成熟的身体 跟头紧密相连 就是与基督更加的亲密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结个案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百结各案各职 这个英文是这样 它这个百结,叫做supporting ligament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身体里面 有许多相助的筋结 就好像我们有关节 关节上面还有那个筋,有韧带 这个东西叫做相助的筋结,supporting ligament 这个筋结,会使整个身体被联络起来 当每一个肢体,尽自己的功用的时候 这个身体,就在头的带领之下 在爱里成长,把自己建造起来 这个相助的筋结,就是什么?就是五大姿势 这个五大姿势,就是我们关节上面的那些筋,那些韧带 这些东西,会联络各个肢体 让这个肢体,发挥各自的功能 所以我说,钱财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 良心既然上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虚妄的心,就是什么?就是徒劳无益的想法 比方说,你相信风水、星座、算命、拜拜 这个都是徒劳无益的 以前,我们是外邦人的时候 我们就存虚妄的心行事 那时候,我们会相信这些东西 你什么星座的?风水好不好? 会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撇弃这些东西了 他说,之前我们是良心丧尽 原文的意思说,人就变得冷漠,无动于衷 这样的人,就不受良心的约束,就放纵情欲,贪婪跟污秽 那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或者翻译说,你们如果听过他,在他里面受教 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面 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个救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 私欲的迷惑,deceitful lust 这个私欲会迷惑人 人的私欲是诡诈的,会自欺的 会先欺骗,安抚自己的良心 让自己在放纵私欲的时候,没有罪恶感 那人就会因此,渐渐的败坏 我里面有个欲望,那这个欲望会欺骗我 让我自己,没关系啦,大家都这样子 所以,会安抚自己的良心 之后,你就会放纵私欲,没有罪恶感 然后,就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我们要脱去救人,要穿上新人 这个心智改换一新,就是罗马书12章2节说的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是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被更新 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乃是要有神的看法 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生当中的一切的事情 如果没有更新的思想的话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还是停留在旧的思想里面 就是没有脱去救人 所以,我们需要把旧人脱去,要穿上新人 要戴上新的眼镜,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一切 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思想改变 就要透过不断的学习神的话 让我们的思想,不断的被改变 我们内在的心思被更新之后 我们外在的行为,就会像神 这外在的行为,就是新人 我们穿上新人,就是我们的外在行为改变 这个外在的新人,这个行为就是圣徒所穿的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色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保罗刚才讲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在这里,又再说,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色说实话 所以就显示说,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 诚实的言语,是非常必要的条件 谎言则是阻碍建造,破坏合一的要角 谎言让人失去彼此之间的信任 所以,我们需要敞开,需要坦诚 在爱里面,这很重要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寒怒劳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生气不等于犯罪 生气不要犯罪 所以,表示说,生气不等于犯罪 因为我们人都有情绪 所以,我们看到不对的事情,会生气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神让我们是过一个人性的生活 神不是让我们过一个非人性的生活 完全没有喜怒哀乐 不会的 基督徒其实,是应该充满人性的 所以,基督徒有四个脸面 其中有个脸面,就是人的脸 这表示说,主耶稣也蛮有人性 因为这四个脸面,讲到主耶稣的四个方面 有一个脸就是人 所以,主耶稣也很有人性 祂也会因人在行而生气 只不过,祂没有因为生气而犯罪 因为生气而犯罪 就是说,因为生气而做出伤害人的行为 或者说出伤害人的话 或者心里头对人怀恨,不肯饶恕 这个就是生气而犯罪 但是主耶稣,祂生气是生气 祂没有做出伤害人的行为 或说出伤害人的话 也没有心里头对人怀怨,不肯饶恕 主耶稣看到人把圣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 祂就发义怒,很生气 可是祂没有因此就殴打或者咒骂那些贪犯 把他们打在地上,头破血流 没有,祂是什么?祂是推翻桌子 祂是赶出牛羊 祂打断他们的生意,不让他们继续犯罪 可是祂没有伤害那些人,祂也没有在做我骂 你们这些人下地狱,没有 祂是把他们做生意的那些东西,给他推掉 让他们没办法继续犯罪了 所以,主耶稣生气时候的反应,也是充满了爱 祂会指责人,使人归正 但祂不会进行人身的攻击 祂不会破坏人,只为了报复 主耶稣没有,对不对? 但是我们人,我们人一生气,就会骂人 有时候,连不相干的对方的祖宗八代,都多骂 就是要骂到对方,流血 你不见血,你不罢休 这完全不是爱的原则 夫妻有时候吵架 就连对方的父母亲,婆家,娘家,都一起骂进去 这是非常有破坏力的 这两个人吵架,就两个人吵架 把对方的一些家人,都抓进来一起骂 所以,这就是要骂到对方流血 这个不是爱的原则 这个就是在伤害对方 这就是生气而犯罪 好了,我们即使生气 其实也要尽快脱离这个负面的情绪 我们要原谅冒犯我的人 不让这个负面的情绪,持续霸占我的心 以免形成苦毒,就破坏我的身体 这会产生癌症的 也不要让这个破坏我的灵性 因为如果我不饶恕人,我就不被神饶恕 我就自觉于神的祝福 所以,我不饶恕人 因为里面有苦毒 这对我的身体灵性,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生气 不能让他持久 他说,不敢含怒到日落 为什么到日落? 因为犹太人从日落开始,就是新的一天 所以,不含怒到日落 意思就是说,一切的怒气,都不能带到下一天 每一个日落,都是一个旧的结束,跟新的起头 所以,所有的负面情绪,到此都要归零 然后,我们才能够迈向新的一天 不要把一些垃圾放在保险箱里面 带到新的一天去 你这个垃圾,在这一天结束之前 就要倒在垃圾桶里面丢掉 不要再包起来,给他放在冰箱 明天继续拿出来 放在微波涂里面加热,再重温 重温我昨天对他的愤怒 这就是生气犯罪 人把怨愤藏在心里面,就会形成苦毒 这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 使魔鬼能够抓住这个把柄,来控制人,进而毁灭人 该隐那时候,献祭,不被神怨 他就大大的生气 神教他说,你要小心 因为罪会浮在他的门前,会恋慕他 他需要起来,制服他 所以,他如果把这个里面的怒气 没有好好对付的话,保留下来的话 就怎么样?就是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留地步 有一天会起来反咬,就会吞刺他了 结果他没有制服这个罪,就给魔鬼留了地步 让自己的心被苦毒霸占 以至于到最后,他就杀了亚伯 所以,他就是寒怒到日落,给魔鬼留地步的结果 我们对于一切的冒犯,如果选择饶恕 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了 从前偷窃了,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亲手做震惊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所以,这个教会里面以前 有些人以前是什么? 是偷窃了,小偷 无谓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所以,这个教会里面 有些人,以前都是满口脏话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收了祂的运气,等候得俗的日子来到 所以,以弗所教会里面 有些成员,原本是小偷 有些是满口脏话的人 这些人,信了主,被教会接纳 现在保罗劝他们,要洗心革面,顺服圣灵 活出于所蒙恩典,相称的生活 所以,这个教会说起来,也是很感谢主 这些本来是小偷,满口脏话的人 都信主了 教会也完全接纳他们 但是,保罗劝他们,要洗心革面 要活出一个新造人的样式 一切苦毒脑恨、愤怒、扰闹、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我们建造教会,在积极面要怎么样? 要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要诚实、要相爱 这样就保守圣灵里面的合一 但是在消极方面,就要除掉什么? 除掉谎言、偷窃、误会的话 还有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 还有一切的恶毒 这些东西,不仅是破坏个人 更是破坏教会里面的合一 所以,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些品德 都是跟教会的建造有关系 这个以恩慈待人,是使我们不冒犯人 纯怜悯的心,饶恕人,使我们饶恕冒犯我们的人 这样就确保,教会在爱里面合一 有时候,不是说人冒犯我,有的时候是我冒犯人 所以,这都很难讲 但是他说,以恩慈待人,这样我们就不会冒犯到人 然后,纯怜悯的心,饶恕人,使我们不被冒犯 感谢者 所以,以上保罗所讲述的各样美德 不仅仅是在为个人的灵命成长 更是从建造教会的观点来看 每一个肢体所需要的特质 这样才能够彼此联络,被建造在一起 到第五章,他就开始讲一些比较个人的 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第四章的美德,着重在肢体之间的相处 为着建造教会 第五章的美德,着重在个人的生活见证 是教会发出的亮光,是彰显基督 所以,我们要什么?要效法神 因为我们享受到神的爱 我们享受到神的爱之后 我们在祂的爱里面,我们就会欢然的效法祂 像孩子效法爱祂的父亲一样 我们效法神,首先就是要效法祂的爱 我们为了要让人得帮助,就效法基督舍了自己 放下自己的安舒、喜好、意见跟感受 结果是什么? 结果我们就成了一个新乡的供物跟祭物 就献给了神 这好像是什么? 这就好像是一个疲惫的母亲 睡到半夜,结果听到自己的婴孩在哭闹 那他就出于母爱,就勉强自己起身 就为孩子喝奶,为他换尿布,哄他入睡 没有半句的怨言 这个就是一个舍己的爱 你不顾自己的疲惫,不顾自己睡得正深 就是勉强起来,就是要来满足孩子的需要 这是一个舍己的爱,是母爱 如果我们是为了爱神的缘故,为人舍己 我们放下自己的方便,来帮助别人 那么一方面,我们是在坐在人的身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坐在神的身上 当我们舍己身所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对他说安慰、鼓励化的时候 这同时,我们就是在向神献上一个新乡的供物和祭物 那个供物跟祭物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供物跟祭物,献上给神 虽然我们表面上,是在跟人相处 在表面上,我们是在帮助另外一个人 但是,在灵里面,我们是在跟神献祭 而且当我们越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这样做 这个祭物就越形香,越贵重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 我们做一件事情,帮助人,一个爱心的一个举动 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背后,我们是在向神献祭 是神接纳的这个祭物 而且,这个代价越重 这个祭物就越形香,就越贵重 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 淫辞妄语还有细笑的话,都不相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 我们的话语非常重要 我们的生命要彰显基督 就要在言语上面受管制 当不信者在谈论关于淫乱污秽或贪婪的事情的时候 圣徒不应该要摄入 他们在讨论那些话题,是不洁净的,是不好的话题 我们不应该摄入,应该离开,不参与其中 圣徒之间,更不应该主动挑起这些话题 这会污染人的思想跟心灵 淫辞,淫辞就包括黄色笑话 黄色笑话,以前没有信主之前 这个男生很喜欢讲一些黄色笑话 然后,大家就笑得东倒其外,觉得很有幽默感 可是后来信主之后,我跟那些死党 我就不再跟他们讲这些黄色笑话了 结果他们就觉得说,奇怪,我怎么 我怎么突然对这些笑话,突然都没有反应了 突然好像都绝缘了 就觉得说,整个人完全变了 对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我们不会再介入这样的话题 而且,以前会有灵感继续发挥的 现在都没有灵感了,现在都接不下去了 所以,淫辞不相宜 妄语,foolish talk 这个愚昧的一些谈论,也不相宜 妄语是什么,包括星座 有时候有些朋友说,你什么做的 这个什么星座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好像这是一个人际之间,很好的一个话题 可以让气氛变得很好,什么等等 不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基督徒在讲这些星座 其实是非常愚昧的一件事情 也没有见证 细笑的话,英文是说Core Stoking 就是很粗糙的一些玩笑 就是开人玩笑,在原理上的霸凌 这都不好 所以,他说总要做感谢的话 即使是凡事不顺,也要凡事谢恩 这就显明基督徒对神的信心 不因为环境的顺利而改变了 所以,一些话,我们不要参与,不要讲,不要提 但是,总要做感谢的话 这让我们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境都跟着变 因为你们要确实的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是误会的,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 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再被人虚服的话,欺猴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淋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在基督跟神的国里面,无分子 什么意思?那些人跟这个无分 就是说,你不能成为得胜者 不能进入千年国度里面做王 千年国度就是神的国,就是基督的国 你在那个国度里面,无分就是你没办法进去 只有得胜者才能进去 有贪心的,就是拜马门的,也就是拜偶像的 有些人虽然信主了,也许是得救了 但是不是得胜者 就这些人,有淫乱,有污秽,有贪心 虽然他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里面,也是有些人是这样 对不对? 这些人信主了,但是也许得救 但绝对不是得胜者 他们没办法进入那个神的国里面 所以,他所谓被人虚伏的话,欺哄 什么叫做,不要被人虚伏的话,欺哄 根据上文,我们就知道,就是那些什么? 说我们即使淫乱、污秽、贪心、不要紧 神的恩典都是丰富的 我们仍然可以进入神的国 我们仍然可以在大灾难来到之前,被提 这个叫做人虚伏的话,欺哄 圣经说,神说这些人是悖逆之子 我们不要与他们同祸 所以,有一些教导,讲到说神的恩典,多么丰富 即使我们犯罪,你都不要担心 我们到时候,都是可以被提的,我们都可以进入神的国 但圣经里面,这里明明的说 这些人,是在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 不能进入神的国,就不能进入千禧年 不能进入千禧年,就说他们是不能被提的 是被别下的 所以,这个要大家搞清楚,不要被欺哄 从前,你们是暧昧的 这里一大段,从8节到14节 这一段,我就不念了,跳过去 因为这段,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 直接看后面,后面还有一些要先讲 15节到17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事态邪恶,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这个邪恶的世代,会吸引人 把时间精力,花在没有价值的事上 没有价值的事,小充 打电动,追剧 大到追求财富名声 只要不是神叫他做的事情,就是浪费时间 不是说,打电动或追剧,一定不行 神也是让我们有一些娱乐 但是时间花多了,就是浪费了 那一样,追求财富跟名声,这个也不一定不对 但是,看是不是神要你做的 如果不是神要你做,就是浪费时间 智慧人,就是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 知道怎么样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原文说是赎回机会 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很多机会失去了 但是,现在我们信主了 我们要把我们过去所失去的神给我们的机会 要赎回来 这些人,他不把时间用在无谓的世上 乃是要花在刀口上面 就是用来遵行主的旨意 我们今天把一天当两天用 就是一天要完成,两天所该完成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就是用这样子,来争奔夺秒 其实,神不会给我们这么重的担子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时间用得有效率的话 我们真的只可以赎回许多的机会 做一件事情,小事情,但是比你花许多时间 做一件大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更有价值 所以,我们要抓住那些机会,神给我们的机会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要哀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糊涂人就不明白主的旨意,时间就会乱花 因为没有意向明就放肆 智慧人,就是明白主旨意的人 明白主旨意的秘诀是什么? 有网友问我,他一直搞不清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他不知道为什么祷告,神都没有垂听 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 我说,这明白神旨意的这个秘诀,就是什么? 就是每天要规律读经 这样主就能够在事实,在对的时间,就会释下瑞玛的话 祂会引导人走在祂的旨意当中,不偏左右 你需要的时候,神就会把瑞玛的话给你 让你读圣经的时候,里面被触动 你就知道说,我现在该做一个调整 我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明白主旨意的秘诀 每日规律读经 很简单 然后,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有人就计较他们,是被辛酒灌满的 所以,醉酒跟圣灵充满,其实外表看起来很像 本质上,醉酒是人被酒控制 圣灵充满,是人被圣灵来掌管 圣灵充满,有分外在,一煞死的浇灌 这会带来服事的能力 也有内在持续的充满,带来生命的改变 他这里说,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里是后者,就是内在持续的充满 所以,有一个版本,英文有一个版本说 but be constantly controlled by the Spirit 你要持续的被圣灵来掌管 所以,他是把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样翻 所以,要持续的被圣灵来掌管 要被圣灵充满,这里是命令式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是可以追求的 那怎么样能够持续被圣灵充满? 第一个,要过一个舍己顺服主的生活 因为十字架会带下圣灵 当你越多的北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就能够越多的领受圣灵 你就会经历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同在 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甘甜,非常的厚重 非常的厚重 所以,你几乎就是一开口,圣灵就大大充满你 这是当你在过一个舍己顺服主的生活的时候 所以,主是很信实的 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祂会更多的来靠近你 另外,要多花时间祷告 你更多的敬拜、赞美、等候庆敬主 这都是给主机会来充满你 因为你从这个世界的一些霸占当中出来 你把时间给神,神就把它自己给你 还有,参加圣灵运行比较强烈的聚会 这个会帮助我们,灵里面打开,被圣灵充满 所以,为什么在有些教会,人不容易被圣灵充满 在有些教会,人却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 所以,这个环境有关系的 一个向着圣灵敞开的一个教会跟聚会 人在里面,就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 他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可唱星河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福神 诗章就是Sounds,就是圣经的诗篇 诵词是Hymns,就是教会的圣诗 灵歌是Spiritual songs,就是即兴自创吟唱的歌 所以,不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我们都要感谢赞美神 这个是得胜,也是我们献上嘴唇的辛香之急 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的相关视频 还有下载PowerPoint